这套设备的名称叫高级过程控制系统 这边是电气控制系统 这边是过程控制系统 下面来讲解一下过程控制系统 它由水箱 锅炉 盘管 以及送水系统组成 电气控制系统由电源模块 亮度模块 变频器模块 PRC模块 转换模块1 转换模块2组成 下面介绍一下电源模块 它由总开关 航空插座 钥匙开关 急停开关 直流电流表 交流电流表 直流模块和交流模块组成 下面来演示一下上电 下面介绍一下亮度模块 它由亮度指示灯 输入信号 电源组成 变频器模块 它由变频器主体 以及供电电源组成 PLC模块 它由 PLC 主体 与供电电源组成 下面介绍一下转换模块 转换模块1 由单向泵 三向泵 加热模块 传感器模块 调节阀模块 温度变通器模块组成 实验开始前 请插好信号线和动力线 下面我们来打开实验软件 双击程序图标 进入项目视图 下面进行泼水BUS PA传感器 应用模块 应用实验 门 辉沙 门 辉沙 门 辉沙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打开监控表 点击全部监视 观察温度变松器的数值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观察亮度模块的变化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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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煎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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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